大家可能就是不在现场 比如我们之前是在 宏教签计这边去打一个比赛 现在大家既然是在线上 进行公开训练赛 可能选手们彼此也会比较放松一些 今天的这个比赛应该也会打得比较 有活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两边那个BP 京东是第一把的优先选 边选择带了蓝色方 火速进入到今天BO3的第一场 京东在蓝色方 红色方是Eastar先搬掉了 蓝色方是搬掉了奥拉夫 以及奥恩红色方 奥斐留斯加上万豪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一个版本 依然是用的10.3 对 奥斐留斯应该说 在最近的几个版本里面 表现相当的出色 他是LCK就是近30天的比赛里面 唯一一个BP率达到100%的英雄 就证明他的一个影响力之大 即使在我们现在上线的10.3版本里面 他已经是遭到了削弱 但还是一个ATV者无可替代的英雄 可以说现在的奥斐留斯跟女枪 是制霸下落的 大家看去年世界赛上面比较风靡的 像卡莎这样子比较偏 后期发育的英雄 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当然现在LCK其实还有一个下落组 就是霞洛其实他的出场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的胜率一直都偏低 所以看一下今天两个队伍的抉择 霞洛毕竟相比于其他组合来说 比较传统一些 另外最后两个位置 蓝色方红色方都给到了 打以为皇子加上芒森 像刚刚瑞他讲到的 再除了恶斐留斯之外 应该说表现最为亮眼的就是MF了 蓝色方首选 是的 随便看一下反手 一star前两手要强什么英雄 这个版本来说的话 打野T级别的肯定还是蜘蛛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幸看到 上单奶妈的登场 有一点想看 是确实挺毒瘤的 但这个英雄我觉得 他出现在蓝色方的可能性 是比较低的 主要还是在蓝色方 如果你先拿 是有可能遭到一个 比较强力的对抗角色 而且最近搬的比较多一些 在对抗女枪的时候 很多的队伍会选择 使用布隆这个英雄 但我们现在看到 一star已经在 红色方的前两手 拿到了雅索这个点 雅索其实封强 也是非常克制像老鼠 女枪这种依靠一波的爆发 来打出伤害的AD英雄 九层要锁吗 这一套中业组合 还是锁了塞拉斯 其实在进入10.4的时候 塞拉斯是有一波小加强的 加强他自己Q键的伤害 但是10.3并没有加强的 一个塞拉斯 今天也是出现在了 我们亚飘公开训练赛的赛场上 但我前面有看 两队选手的runker的战绩 很多的很多人很多人 包括打野上单中 都有练塞拉斯这个英雄 毕竟是一个摇摆Pick 而且最近的 就这种表现 其实是蛮不错的 虽然这个英雄在LCK的登场率 并不高 我们来看一下 蓝色方在后置位 先拿到了雷克赛 也确实 皇子奥拉夫和盲森都被搬掉了 目前比较火的打野 蜘蛛雷克赛 算是两个在前期里面 野区对拼能力比较强势的英雄 是 看一下三楼要不要直接拿出效路组合呢 因为搭配上女枪 还是直接锁了鳄鱼 其实这个组合来说的话 同时出现还是觉得比较少的 一般来说出鳄鱼的话会直接拿蜘蛛 因为蜘蛛现在还在场上 鳄鱼是可以去追着牙索打的 而且在底下的班位 六个班位嘛 已经有万豪和奥恩这两个上单英雄都被搬掉了 所以拿出来鳄鱼 无论是打中还是打上的话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边伊斯拉的选择是直接把泰坦抢下了 第二轮搬掉了莫甘娜 这也是一个泰坦比较惧怕的一个英雄 而且莫甘娜搭配上女枪 也是像刚刚瑞塔提到 打狭落的时候 在LCK的下路组合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对线 是 主要是她的这个盾 能够保到女枪完美地放出这个大招 其实就让伊斯拉这边比较难解 因为我们可以现在发现 基本上面对有女枪 反手都会拿出像蓝薄 像皇子这样比较有 就进攻性就是能够打断她大招的一些英雄 对你这种位移的C位战路行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杀伤力 是 最后一楼搬掉了九头 其实现在红色发还是有一定的摇摆属性的 因为她在前置面拿到的雅锁 是可以走AD 然后泰坦是可以走中路的 所以就在这种摇摆的情况之下 要看蓝色方最后选什么 才能最终确定伊斯拉的各个位置的走向 索雷索纳尔 我现在比较想知道配女枪会出什么辅助 因为后置位的莫格纳和女坦都被搬掉了 垂石算是一个还可以的选择 在对线泰坦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对拼游走能力 鬼术妖姬 增加自己阵容的一个灵活性 也是牙膏的个人使用英雄招牌 对的 宝石 其实宝石机器人 这两个英雄现在在RUNK里面的胜率也非常的高 而且大家也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种 就是打团的能力非常克制对面先手的英雄 其实现在看LCK的话 有队伍会在红色方Counterpick拿出一手机器人 去补一下阵容先手的一个能力 缺乏一定的抽奖能力 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补上 现在发现京东整体来说阵容已经锁定了 中单的勒夫兰上单的鳄鱼 那这边纳尔肯定是去追个鱼这条线的 最后一star 小伟 应该是要拿到塞拉斯这个英雄 那这最后的一个选项拿到了炸弹人 炸弹人走一个下路的法盒 杰格斯在10.2 10.3的一个补丁里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加强的 Q技能加强了10点伤害 W技能加的100码的击退 还有E技能加的10%的减速 这对于一直以来的一个中路线霸英雄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加强 看到这边他还是没有换角色 是炸弹人带了TP一直是晾在Crying手上的 中单炸弹人 AD雅索是可以的 那感觉 这一套中野 其实压力是会有点大的 上路和下路 塞拉斯现在在面对雷克赛也算是T级别的吧 哪怕不是T应该也算是T2级别比较强势的一个打野的情况下 第一 在这个版本野区 入侵当然是变少了 因为现在打野会比较注重在自家的野区 因为野区经验是有被调升嘛 在426级的时候 但是中单面对勒弗兰的时候 塞拉斯他是带了一个 就是战狼人是带了一个TP的 他是没有带进化 如果说一旦被练到 有没有可能中路这边会被过早的遭到一波击杀或者Gank 其实我非常了解你的想法 就是你觉得如果炸弹人走AD位置 然后亚索走中路的话 上半区其实是很好打的 而且泰坦可以配合着打野区入侵 但这样一打就变成下路拴住泰坦 然后中路这个炸弹人也一直被按到塔下 整体的节奏只靠塞拉斯一个人去打边线 其实是比较难的 会比较担心 就是炸弹人他这一把的生存环境 不过既然他是选择在中路最后放了一手炸弹人这个皮革 我觉得还是要期待一下的 上一次看到TEMP使用到炸弹人这个英雄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在中路起到一个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有大招 他可能用大招支援一下 但是更多的时间点 他在中路依靠一个等级以及装备的优势 来打一个中期龙团的时候 他的poke能力是非常强的 有两件套 鬼叔加上一个炉灯的回声 再加上法转鞋 这个poke能力就很强 好 我们这边已经进入到了召唤师峡谷 也是LPL公开训练赛 首日第一个BO3 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对阵 蓝色方京东 红色方Estar 我们看一下一级 京东三个人续有抱团入侵一下上半区 这个红区的位置 做了一颗眼位在双十 这两边都有设计过一级团的站位 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Astar发现下半区没有人 是直接入侵了京东的一个红区 这样来打一个下半区的入侵 也是能够保证自己 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开臀 但是这个位置出来了 也已经看到了 下路还是想打 但是京东好像是想接战的呀 两边一级都很厉害 都不虚 布龙 布龙这里也是一级非常强势的角色 碰上来小C被打了一套挂上虚弱 交钩子往前走 身上的被动 好像有点难敲出来了 这里是一级学了一个钩子之后 往头退了一下 但是两边下路双组对拼起来了 第一时间好像有一点点危险 泰坦是反手拿下了一个衣学 而且残学走掉了 下一次在后面拉了一下 没有拉住 哎呀 槽里面卡视野了 然后第一时间被白打了好几下 这里布龙直接是把衣学给嚼出来了 是的第一时间上了有点着急 队友没有强行去跟布龙的一个被动 发现布龙这边是直接虚弱加闪现上去 想要追这个泰坦的 京东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就是伊斯拉直接就反手打了 如果那个位置他把人追走了之后 自己还能顺利的把下半区给打开的话 那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反入琴在前期 但这样一来的话 下路其实是比较失利的 因为蓝色方下路的双人组 已经交掉了三个技能 然后红色方的话 也是交了三个技能的时候 他们把衣学给拿掉了 而且就真的是依靠这两个人 直接杀掉了布龙 是 泰坦回家直接补了个鞋子出来 还有副用型药剂 这个医学入带真的是没磁子 在这边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规则 因为可能就很多的观众不太清楚 我们公开训练赛的规则是什么 LPL的公开训练赛 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先生赛的形式的 参加比赛的选手呢 有在俱乐部 使用俱乐部的网络及设备 还有在自己的家中使用个人网络设备 所以比赛途中可能会出现 由于网络卡顿掉线 等导致的突发情况 那针对这些情况呢 LPL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则和说明 在LPL官网可以查看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 我们的工作人员裁判 将会严格按照 LPL公开训练赛规则进行判定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在规则方面的事情 当然这个是不影响积分的 这个和我们LPL的正赛 的积分是没有影响的 是不进入这个春季赛成绩 现在前期两边都属于一个空野的时间 鳄鱼 鳄鱼这里是 走过去看了一下 现在前期的一个节奏 其实不太容易出现 尤其是大家在野区里面的经验 就是调试了之后 很多的打野都喜欢在前期 可能找一波机会 看中路这里顶起来了之后 炸弹人 山上还有一个光盾在的 最后还是逼了出来 是第一时间牙膏也没有选择 直接去上这个点火 嗯 可然其实是有一点点 把线压得太深了 要不这一波不会 就是做一个炸弹人 不会在前期受到光临呢 大家都知道 这种英雄是和防御塔连在一起的 哎 两边打野在下面去核道遭遇了 嗯 但卡纳维没有办法过来解决这个 核道迅接线 萨拉斯现在是有一定等着一个落后 所以他赶紧去补一下自己的一个发育 没错 下路这边因为 辅助的进攻性并不是那么强的一个原因 而且也面对有封墙的一个压锁 所以说 女枪在这一把也是遭受到了线上的 不好 不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发育 女枪加布隆嘛 这两个英雄就苟诛发育就可以了 库龙是现在作为一个反手英雄 出现在赛场上还算是比较多吧 看一下上路有异象想要来越这个纳尔 鳄鱼 看一下先控住 直接顶起 直接一个Q技能回过来 纳尔的刃头到手 蓝色方这里拿到的第一颗刃头 产生在上路 纳尔进行的一个一刹 但是红色方一刹 也是转手就直接过来弄小龙了 知道你在上路 那这里下路凭借着一个对线的优势 再加上打野的一个先天位置 过来把第一条土龙给控到 是 上单被击杀了 也知道了对方打野的一个动向 下路直接控下第一条小龙 这也是下半区有线权的一个好处 就一血的那一波爆发之后 导致布隆他上线完 所以说下路这波线 推不过去一直被压线的一个情况 这个小龙确实很难防守 那雷克赛他也知道 回来下半区也做不了太多的一个事情 不如去帮他上路 不到六分钟的时间 已经把第一条小龙给控到了 这是现在我们在比赛里面 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控龙时间 而且他会非常完美的 贴合到狭鼓先锋的诞生时间 就不会量着产生冲突 要做取舍 看一下 卡当位蹲了一下 但是 红色帮的小尾 红色帮的小尾 非常的警觉 是先开扫描过去了 不过对拼没有拼过 技能被躲开了 闪现这边也没有交出来 可能还是觉得 两边都一丝血差一点点 对拼的就是细节 但是在细节上 卡当位 齐胜一招 直接在野区里面取得到了一个 单杀的人头 是一个小走位 扭开了第一段的一个链子 大红色帮这个阵容 就前面也提到了 他们不能着急 可能说整体的节奏 尤其是在他小龙团的时候 这个下路组合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个中路不太好配合 作为一个炸弹人 所以发育对他们来讲 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宝感觉要看绿毛的保护能力了 先感觉能威胁到 洛肯在团战里面输出的人 还是比较多的 但这一个反手的布隆选出来 我觉得如果发挥的好 其实还是能让这个 洛肯有一波放大招的好时机 现在布隆在几大赛区的登场率 都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中路 标击 两条链子练到了之后 配合上一个点火 打掉非常多的血量 但是斩杀线还是不够的 所以萨拉斯活了下来 被撸了一套走了 绿毛也有走过来 第一时间是辅助都来了 这波看到正面是三个人 想想还是没必要硬追 这边Crying的停战也已经战好了 赶紧帮助炸的人 来把这个蓝buff给打了 现在在LEC布隆的出场率 是所有英雄里面排名第一的 有52% 这也代表着在春季赛里面 布隆这个英雄 不同赛区里面的一个登场率 都是比较高的 受到重视的一个恐怖 是 主要是现在女枪太火了 在女枪对面这个布隆的盾 就实在是太舒服 而且现在每个联赛区可以发现 就是奥温的优先级还是很高 对吧 他这个防盗门也能够直接没收 就一个技能收你一个大招 美滋滋 而且奥温这英雄可太强了 他在把自己的两件装备加强了之后 那个时间的坦度根本无人能及 而且又是一个找机会能力 特别强的英雄 再加上前期不错的对线能力 让他在面对着鳄鱼什么的 这种线霸的时候 也有一战之力 像罗里来帮了一波之后 确实压制能力就体现了出来 而且他这把带的是个强弓 奈尔这里对线也没法压 用奈尔来打鳄鱼 其实是有一点点冒险了吧 因为他会有飞跃塔的风险 但是他的整体发育是可以做到保障 补发育能力特别强的一个英雄 我看一下中路炸弹人 做完遗失的章节之后 在中路的一个耗线能力特别的强 妖姬其实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自己去做事情 视野看到了一个赛的位置了 这波小龙并没有上小龙还有一分多钟 如果想要发育的话 这个时间点肯定不能出事情 所以一定要防一下零三的位置 这波出去有点难受 因为这个兵线有点多 扛兵线扛的时间久了点 所以就导致这个地方 塞拉斯即使说过台了 鳄鱼是不怕的 其实正常来说 那儿去消耗一个鳄鱼 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鳄鱼现在还做了个布甲鞋 好 下路 这里直接是靠着一个吹风吹起了布甲鞋 布甲鞋撕血 闪现Q收掉人头 担下残血的雅锁会不会被女枪收掉 血量非常的低 一个闪现躲开雅锁的吹风之后 收获了这颗人头 布甲鞋反向的一个开盘 闪现一下 但是身后有一个女枪 前有鳄鱼 后有女枪 这位置肯定是断断走不掉了 是的 这波TP的一个支援下落 突然间打起的一波小节奏 是让女枪这边拿到了人头 而且鳄鱼现在是两颗人头在身上 想要凭借着一波高爆发去秒人 但是这个布甲鞋 尤其是带着守护者之后 他的保护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打了很久 才把这个布甲鞋给解决掉 而且女枪在那个位置扫大招 其实也打出了比较好的伤害 看一下 女枪走位 哇 躲开了啦 二端一躲开了之后 这位置是杀不掉了 而且是一个满血的 在塞拉斯没什么装备的情况之下 想要击杀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妖姬被动被打出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在勾引 闪现躲开科学的地狱火炮 反手被卡拉威直接击杀 泰坦 泰坦好像又有点凉啊 这里开启自己的小金人 带着女枪大招的小伟过来了 拉上来撸一套直接把人撸死 反手还在继续追 女枪的这里偷过来的一个大招 并不能够做一个后续的击杀 是的 被布隆加上一个打野的雷克赛 反手刷掉 这个先手去放女枪大招的话 旁边有个雷克赛直接就打断了 偷女枪的大招不是特别的痛 但是蓝色王能拖也不是很多 来了 这边还在追 一个虚弱挂上 但是这一波 感觉蓝色王如果持续作战的话 不是特别的好打 这里是一个大人头直接被雅索收掉 雅索还想继续追 吃了一个寒冬之咬 但反手被泰坦勾到了 泰坦这里是配合着防御塔收掉的人头 是的 这边雅索覆出来之后 直接加入了战场 对了 对毛有点练战了这波 跟着卡拉威比 主要是浮野这两个人在残血的时候 你面对着泰坦加上雅索 这两个人近身肉搏的能力可太强了呀 第二条小龙刷新了之后 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蓝色王的蜀野刚刚从家里复活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控第二条小龙的时间 在距离第一条小龙 六分钟之后 这是一个 就基本上算是无风险节了 火龙也已经拿到龙魂 这一局是风龙魂 这个风龙魂 如果说后续的小龙能够控到的话 对于就炸弹人啊 还有雅索这种英雄来说 是非常舒服的 会让他们的大招特别的快 上路三加一 但是是一个大哪儿 这个位置直接把侠五先锋叫出来 想要月先上来晕一下 地狱火炮砸出来 反手晕了一下 雷克战 腰机踩上来 踩一脚 卡掉了呀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继续做风筝了 虽然靠着自己变大的坦度 在塔下扛了很久 但没办法 这个塔直接被侠五先锋解决了 已经春了很长时间了 不过侠五先锋还有第二头 这局上路的劣势比较大 但是对于伊斯大来说 他们的中路发育是比较良好的 而且下路双人组 这个雅索发育也很好 所以在中期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继续去 依靠下半区 控小龙来打的话 还是比较好打的 那对于京东来说的话 就需要依靠着上半区 打开一个单线的更大的优势 最好能够 让这种单带的时候 红色方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现在其实说实话 这个鳄鱼如果装备 一旦是好起来的话 其他团战的花魂也是有的 消息勾到了之后 直接接大招 这个地方好像被秒了 即使大招钻出来 躲了那一下下的伤害 但人头依旧是送到了 雅索的手上 这有点不小心了 第一时间队友 其实并没有出现在河道区 很难做一个接应 没错 现在很多的玩家 逐渐地发现了 九筒加上雅索 他这个九筒的大招 有的时候会被躲掉 所以就保不起 你用这个泰坦 直接大招R过去 没法躲 而且勾到了之后 也有一个短暂的效果 是可以提供控制的 现在鳄鱼这个点是很随的 但是正面能不能给到 团队更多的一个帮助呢 中路腰机 其实这一局 我们看到他所去做的事情 比较少的 除了刚刚去上路支援的那一波 剩下的都是在中路 去守这个炸弹人的线 因为炸弹人有装备了之后 推线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我们看他的出装路线 是在出了遗失的章节之后 直接做了一个法典 去增加自己的减CD 减CD对于炸弹人来说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双人线 直接过来配合着刷野怪 来增加这个C位 对于团队的影响 毕竟是一个哑耸 而且之前的两局比赛 LPL的正赛 在East大作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Wink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核心的C位 那中路的Krein呢 在拿到就是 那些比较开锐的英雄的时候 可能会两个人一起吃剑 你们想搞一下中路吗 不太好开啊 在塔下 而且有炸弹人首线 但更多的经济 其实是会给到Wink来吃的 但感觉这波 其实京东是有想法的 五个人都接到中路了 想做一波选手的尝试 但是East大这边也很警觉 毕竟拉了一个能钻地的嘛 直接挖掘机走了 现在鳄鱼的黑鞋 还没有做出来 这蓝色方京东 他也不是很着急 因为他的强势器 马上就要到了 就是在鳄鱼 把自己的黑鞋补出来 然后中路的妖姬 因为做的是一个辅助装 他把自己的第二剑再摸出来 配合着女枪双无尽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是很厉害的 感觉这把就是女枪的装备 没有起得特别快 所以说他们导致中期 在空龙的时候 会遭遇到一些阻碍 但是上单这鳄鱼很肥 其实可以打一波牵制的 现在看到East大打野 在上半去刷红 辅助 京东这边布隆也是来到了中路 想保护一下 现在对于女枪来说比较难的是 闪开布隆吗 这波 女毛是有闪现的 布隆这波好像闪现交不出来了 看一下能不能交出来 金身之后 直接一个科学地狱狗猫 没有打死 反手女枪大招扫来不错 伤害非常的高 而且鳄鱼这个时间 切到后排 伤害也太高了 追射炸弹人一顿狂砍 正面是两边的一个 AD配合着打野 再打这边的塞拉斯 塞拉斯也阵亡了 直播是个大的节奏 绿毛还是能扛 就第一时间被开到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觉得 他要交一个闪现赶紧走了 他有一个小金人 而且身上带了无效化洒球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追着扛 最后依靠着自己那个金身 拖到了鳄鱼 直接下来了之后 瞬间改变战局 女枪大招撒得也非常的漂亮 是 就刚说完女枪在这把 其实发育并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情况下就收获了人头 还拿了助攻 直接身上就有赏金了 对了 250的一个赏金挂到头上 那这条风龙 其实惊动就有了更大的一个争夺权 现在风龙已经杀了 看到布隆这边 已经再去做视野的路上 而且勒芙兰也在下路 把兵线处理得很好 小兵把双路的二台给推掉了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一波 其实泰坦 然后这里开的还是蛮不错的 但问题就是开的是一个 矩盾的布隆 这个第一时间扛的太久了一点 这边又打起来了 那马上入去就好了 关键是这个位置 妖姬没了的话 这个小龙 感觉一撒 又是可以直接控下来 是 这个节奏 你一波我一波 应该是直接开到了 因为我们看到雅索和炸弹人的大招 都是刚刚赚了一点 这个应该是刚刚对妖姬进程的一波击杀 这就是回放刚看完 然后小龙区又出了一波事情 那现在依斯达尔 控龙的节奏很好 到他们现在已经三条小龙 甚至是我们的回放还没有看完 是 下一条小龙不争的话 就有点问题了 毕竟是个风龙的龙魂 高子哥这一波有一点点拖大了 导致本来是京东启示的一个节奏 是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鳄鱼很肥 女枪只要能在一波环境里 把这个大招放好的话 我们重新看一下 在底下的小图里面 正在回放刚刚的这一波 那就是很好的一个控制衔接 是 跟队友的位置有点脱节了 雅索的无尽离得也不远 那她在中期的载质力就非常的强 再加上风墙如果放好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女枪出手无策的 就感觉现在除了这个布龙以外 就随便开 只要能勾到就上去就是一套 那现在亚索无尽也掏出来了 装备很好 布龙迫于压力第一件做的是骑士之士 因为众所周知 这个实际上给石斑甲 对于坦雷的辅助提升是非常大的 中期特别的肉 但前期对线这个组合 让布龙没有办法去直接把石斑甲 给摸出来 做了一个骑士之士 那她在下一波团战里面的接战能力 其实是没有泰坦那么强的 上路来了 Link这里先是被第一段链子练到 但是这个风墙是阻断了牙膏的冰枪 反手的吹风没有吹到 还在继续追着 W过来踩一段链子 第二段链子练到了 这里虽然说躲了很多的技能 但这妖姬魔影迷踪 打了非常非常多的技能 毕竟还是灵活 然后那个闪现的大招 垂大 Quan Yin这里有一点点危险 鳄鱼直接跳上岸来 就要对着这个炸弹人一头乱撸 直接抽掉 这正面推进的时候 又感觉有点着急了 是的 没有把附近的视野做得特别好 现在看一下京东这边的动向 是拼了一下大龙 这个人已经赶往大龙区 我们课里面并没有E-Star的视野 现在红色方是缺少一个中路的炸弹人 但是剩下的人看下 雅索过来的时间应该是不够了 要看塞拉斯 小伟这里有没有机会去抢一下半条血 雅索快要赶到了 其实是可以接下团的 蓝色方打龙的速度稍微慢了点 这个大概是女枪这个英雄 目前就是存在最大的问题 打龙的速度偏慢 大招扫掉一波兵线 而且女枪的一个削弱 其实在后面的版本里面 是有一个成长攻速的削弱 就3%变到了2%点多 这也是对于它的一个影响 本来攻速就偏慢 打到龙什么的不太行 而且在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更多的出装 是做一个西兰刀加无尽之刃 再去做一些半保护性的装备 保证自己的大招伤害 那攻速的话 其实就靠一个W来打 还是有间断性满明显 等这波大龙一律被取消了之后 正面我觉得伊斯拉还是要小心 伊斯拉要拖到下一条小龙复活 然后找找机会 看能不能让泰坦勾一个 勾一个偏CV的英雄 然后把他秒掉 那对于他们来说 龙魂拿到手了之后 就会对于他们的团战 如虎天移 先把刚刚打龙的时候 入侵的蓝色方视野排一排 这波鳄鱼的TP是马上就要好了 而纳尔这边TP 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正面伊斯拉也会尽量地先拖一下 先让纳尔在下半区 守一下这个防御塔 那感觉这波鳄鱼来势汹汹啊 纳尔守得很勉强 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鳄鱼确实在边路太肥了 但这个中塔 京东血量有点低 直接DW炸掉 炸的人得天独后的推塔能力 是 对防御塔的斩杀 这波风龙龙魂 京东是要争一争的 这个位置的站位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下半区这里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小龙就刷了 红色方的下路一塔掉了 但是蓝色方的还没掉 所以蓝色方想要去控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先手权 而且京东也做了一手准备 就洛弗兰特第二键是掏了一个女妖 而且雷克赛这边 也是怕自己被先手 做一个先手目标 所以掏了一个秒表 就是为了争夺这波风龙的龙团 被女枪 这里暴击A了一下 非常的痛 风龙已经刷新了 但是这个位置 想要去先手找一个人的机会 才敢去动龙 要不然没有办法走得进去 直接过来了之后 挂上大招 但是妖姬 这是一个极其灵活的英雄 走得可太远了 太难了大耳相当于浪费掉了 萨拉斯 这里吃到了一个 酷龙的大 酷龙配个人 女枪打完的大招 但是这里被纳尔直接拍了三个 肩上亚索的大招 红四方有一点点炸裂 鳄鱼在后排切入了之后 还在继续追着打 后续的作假能力上 还是蓝四方更强一些 亚索已经被切死了 炸弹人没有什么办法走 只能卖到自己的那儿 妖姬一段链子练到 踩W走了 这波红四方开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没打赢 因为侧面其实太坦的先手 已经是用过了 只能靠着纳尔过来 拍了后排的一个位置 接上亚索 但是第一时间 纳尔相有个虚弱 然后亚索接上大招的时候 其实这个阵型 也是跟队友拉开的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这个位置 其实女枪的大招 也已经开到了 而且还被打断了 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 拍三个 但是没有拍到AD 所以AD这个地方 其实是在无压力的输出的 这一波团战里面 好运姐其实吃到的技能 就只有一个偷来的 破龙的大招 然后剩下的时间 他和鳄鱼两个人 一直在追着别人打 而且妖姬没有被管的 这是这波团 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波他想勾勒一下 勒弗兰 龙炮里面 人血量都比较低了 鳄鱼快要死了 直接倒了 闪现下来 下面看龙是谁的 女枪的龙 大家继续地做一个追击 绿毛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被纳尔留住了之后 直接拍住 拿到了一个三杀 前面连死四次的 纳尔终于是有人头入胀 而且一来就来了三个 只能说 不幸中的万幸 是 黄鱼家把龙拿了 大龙是女枪拿了 要是这个龙可再丢了的话 那就真是前面的努力 功亏一篑 反手 推进一个中路的线 现在蓝色方 仅存的就只剩一个女枪了 这个中路是可以直接推掉 这波感觉又是 给了一点机会 因为龙坑里面几个人的状态 都非常的差 可以看到第一时间 纳尔过去只要一标 然后鳄鱼就直接倒地了 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血量的鳄鱼 在龙坑里面打得比较久了 而且这个时间相对来说 比较早一点 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阵容问题 他们打龙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是 他们就是想尽可能的在炸弹人 把自己发枪堆叠起来之前 利用女枪现在是强势期 去滚一下这个雪球 女枪爆风大剑 第三剑有可能做银血 也有可能做一个春歌 所以要看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抉择 炸打人这一盘暴力出装 直接第二剑大剑选择做帽子 两根大棒已经握在手上了 因为现在对于团战来说最大的收益 还是他这个大招 如果AOE能够打足的话 其实配合上亚索 是很不错的 塞拉斯的位置被卡了一下 不过还好 就京东这边的先手能力 是不是特别够的 牙膏一直在旁边 破个想给队友推中的机会 但是大龙buff的推进 被这个炸弹人克制的有点难受 对 炸弹人手台是一把好手 这即使是有buff的兵线 他也可以拦在二塔这个位置 勾一下 先是把伤弹的盾破掉 接着打了一个大招过来 再加上亚索和炸弹人的双重大招 直接收掉了在旁边 侧翼一直骚扰的妖机 是 控制也接上了 虽然是有一个女妖 原来这个泰坦不是说说而已 一直以为他在旁边 只是为了打掉那个盾 没想到打掉盾了之后 直接接了一个大招 把妖机配合着双C的 两个大招给秒掉 缺泰坦加被动 其实算起来的话 有三个控制 控制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他的大招 再加上一个亚索的大招 击飞的时间是足够 让炸弹人打出大招 那一圈的大额伤害的 是 所以这波也是抓到了一个机会 但下半区的话 也是看到鳄鱼 刚才一直在做一个编带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地图上面 二塔还是在的 亚索这波回家 看有没有三件套了 他这里要是能把 自己的学手给做出来的话 那对于 做出来 对于下一波的小龙团 是很关键的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又到了 我们非常 瞩目的龙魂团战 本场的第五条小龙 也是 如果说伊斯拉能够控到的话 就是他们的龙魂 蓝色方也是 严防死守 一定要把这个视野给控好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鳄鱼和勒弗兰的作用会逐渐下滑 所以京东现在要抓入一个机会 蹲到了 但是蹲到的是一个有精神的塞拉斯 反手这个echo 炸弹人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而且反手这里是 碰到了一个女伤的大招 打了一波 雅索的封墙 并没有能够完全阻挡掉 这个大招的伤害 但是炸弹人的大招 好像是有点空掉了 而且彻翼是被妖机给切死 现在不被受敌 要怎么去打 雅机收获到了一个双杀 女枪无压力还在继续地点射 特意这里 雅索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接上一个大招了之后 身上是残血被雷克赛受掉的人头 只剩下一个 血量很低的那儿 钻出来了之后 直接一个闪顶顶到了 接着女王之怒咬了两口 再一个穿刺受掉 这波双C 发挥得太好了 是不是直接拉满 是的 女枪加上勒弗兰 这波团战里面 确实配合上队友 给了一定的控制 打出这种迂回的效果 这一波伊斯达尔 其实有两个点吧 雅索的封墙 没有成功地阻挡到 女枪的技能释放 然后在塞拉斯放大招的时候 直接是被断掉了 其实我觉得 还有个更重要的点 就是这波打起来的时候 是个小娜尔 这娜尔是完全没有怒气的 炸弹人也空了 就不赶紧打架 直接推基地 水晶倒地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恭喜京东 在BO3的首局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恭喜京东 比赛进行的 还是比较激烈的 其实说实话 因为最近真的看 LCK看的比较多 然后包括以后再解说 就会发现可能一血爆发 都是在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甚至 然后这场比赛的话 就两边只要找到机会 就会去选择开团去打架 他们是发育三十分钟打一波 然后我们是三十分钟一直打 这就是LPL一直以来的一个风格 包括其实我们在 因为以前大家看年前的那个比赛 会发现E-Star 包括京东 其实也就是作为 理解现在这个版本 比较透彻的队伍 就其实他们在年前 战役都很好 对的 因为年前这两个队伍的话 都是拿到两局比赛的胜利 对 就也证明 就是是打架能力 或者滚雪球能力比较强的队伍 碰到一起之后 就火花还是比较激烈的 没错 再加上他们选择的英雄 其实也比较具有对拼的属性 蓝色方这里选择到的是 妖极鳄鱼 然后妖极鳄鱼雷克赛 上半区特别强的一个对拼能力 然后红色方的话 下路的泰坦加上一个哑索 所以两边就一直在打架数 但这一盘的话 说到他的一个问题点 感觉蓝色方的一个 就是打团打得更好一些 因为连续几波团战 都是无论说战位 还是两边的一个发育 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 蓝色方硬给接赢了 只能说 现在这个女枪的英雄 确实太恐怖了 就是 这波就是大转折点 是 这个布隆扛了太多的一个时间 有个盾加上一个秒表 拖到队友过来做一个集合 再加上女枪 直接一个大招 就这个英雄可以发现 就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控制 能够威胁到后排 或者说是 带有像刺客类型属性的英雄 能够威胁到女枪 其实他在团战里面 这个爆发 就伤害太高了 牙膏这里 看着你 一来一去 秀来秀去 直接一段链子 加点火 所以今天选完这个BP 我真的 投一票 这两个英雄中路对线 好吧 就这两个英雄在中路对线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这一波团的话 就是我看到 就没有第一时间威胁到罗肯 然后罗肯在后面配合上 队友的一些追击能力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炸弹人这个英雄 因为他打伤害的能力 太不稳定了 所以连续几波团战 都是亚索的伤害还是不错的 但是炸弹人有一点点拉矿 你看这个小纳尔过来 正面就完全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我们看一下一个侧翼的封墙 导致后排这个女枪 完全没有人管 而且太短的大招 是挂不到女枪头上的 战场分割到两边了之后 勒芙兰处理一个残血 侧翼这里 纳尔变大了之后拍一套 他就没有什么大用了 而且布隆的虚弱 其实对于亚索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进去了之后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打伤害 在下一个版本 我们马上进行到10.4里面 应该是对虚弱会有一个0.5秒的加强 本来是2.5秒 现在变成了3秒 很多的辅助可以把点火稍微的换一下思路 我觉得Meta上面有写 它是一个小小的加强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 不过可以发现 其实在隔壁赛区 其实他们对于10.3 包括在10.4的一个理解当中 会觉得虚弱 他的优先级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英雄 可能中期团战 进场的一些战士也好 或者爆发类型的英雄是比较多的 然后一个虚弱确实很好用 很吃这个 就像这一局 进场的一个亚索 其实吃他的一个 虚弱幅度就比较大一些 再加上我们诺人局里面 中路经常打的那些刺客 都很怕这个 但我其实觉得 这把Esta整体 他们的一个想法 还是比较新颖的 就有不同的一个机飞的小控制 去配合这个亚索 一旦是下路Wink他自己本身的 发育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这个亚索能 就是打出不错的一个输出 当然他这一局 也很顺 对 但关键的点就是 你得杀这个女枪 如果团队里面 没有人帮你去限制个女枪 或者说 只能够让亚索一个人 突进去的话 其实还是 不足以赢下这一波团战 看起来好像 除了对线的时候 女枪有一点点危险 剩下的时间 根本没有人碰得到她 是 做了个副架之后 就更加没有食欲了 是 后面我们就 每一波团 扣细节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女枪没有人管 她在后面自己打 包括纳尔那一波 拍三个如来神掌 拍得那么帅气 但是我们会发现 女枪是处于一个 单独的位置 没有人碰得到她 然后她就一直点射就可以了 也不是那种 我们常见的 特别依赖大招 去打伤害的女枪 所以这把感觉 绿毛身上的担子 她自己也是知道 是比较重的 就这个AD 我一定要把她护好 不管怎么样 两件套的女枪 她就是一个 中期打团 她就是一个爸爸 所以说实话 她的大招也很关键 就只要她这个大招 能放得好 没有人能够打到她 其实她后 就后面去追人也好 或者这个大招 上来其实真的是很高的 所以说 这一把这个布龙 我觉得她也是 明白自己的一个作用 就一定要守护好 这个女枪 我就扛在她的前面 再加上布龙 这一盘选出来 是他们家最大的 一个反手点 因为女枪 大家都知道 她是需要一个 比较好的控制技能 来配合她去打伤害的 但是红色方 选到的全都是开团 像泰坦 然后塞拉斯 这里再加上雅索的 一个进场 再加上纳尔的 一个如来神掌 对他们来说 其实威胁是比较大的 所以绿苗的这一手 布龙在这一局的表现 是真的非常的好 完美的打出一个反手 没错 这局看得相当的爽 是 这场比赛一直在 包小团 然后两边也是比较积极的 在去争夺龙的一个属性 因为新版本 大家可能在现在会觉得 风龙是比较重要的 看一下这场的一个MVP 是给到了 卡纳比的雷克赛 也是我们 在这一局里面表现 特别好的一个 前期节奏点 参当率69.6% 伤害战比20.2% 再有一个将近 3000块的对位经济差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位经济差 领先了塞拉斯非常的多 以至于我们这一局 看到的就是高光表现 以及在野区里的单杀 其实他在野区里面的 载质力是非常大的 确实也是 适应版本发展的潮流 因为这个英雄 现在可以发现 他确实是在 不管是进攻端 还是在反手端上面 都是有不错 发挥的一个打野 所以可能在下一局 野区的选择上面 也可以再考虑一下 没错 下一局 对于小伟来说 就比较关键了 那我们刚刚也是 收到了消息 下一局 两边的一个选宾 斯大士主动选宾 选择了一个蓝色房 双方是没有换人的 第一局 打得非常的火热 我们相信第二局 也会一样的精彩 在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 我们共同期待 两边的第二场对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